剛開始的話也是有點毛毛的 當我進來到這裡的這個地方之後 我覺得其實還蠻溫馨的 因為這邊有上萬個英雄市集 國軍釋放公墓 民航 護聖隆士官長 為您服務 不管是對長官 對家屬一組 都是以服務的態度 不一樣的宗教也是 我們會幫他安排場地 風看禮 上看板 好 到這邊要幫長官擦拭面板的時候 都會先事先跟他們掌握 心裡會默想說 長官我們先來幫您做清潔 之前在新兵訓練中心的障記 這裡大部分用不障 那要殺之前要先靠近墓邊 但是不要碰大 好 慢慢地刷 對 剛開始也是看學長先做 然後我們後面就慢慢地學 佔地226公頃 使用的地平78公頃 氣勢非常的揮煌 除了嚴前總統佳幹先生以外 還有9位的國防部長 4位的參謀總長 今年適逢823炮戰 60周年紀念 當那顆炮彈落下 三個副司令官 吉星文將軍 張傑將軍 趙家鄉將軍 分別 就為國殉職 吉夫人 為了這一天 把當天的日曆 一直都還保存下來 他也 撲背 掃描 轉贈給我們 我都常常在武吉山自然公墓裡面 看到吉家的後人 就是為國家犧牲奉獻 然後 就是很感激這樣子 在進行的時候 務必兩人一組 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們巡查就是穿正式服裝去巡查 對我們這些長官 就是一種尊重 一種感恩感念這樣子 一開始 一開始 會覺得 牧區 給人家的印象就是 比較 陰森一點 我們先下去看 好 那個地方比較隱密 也或許是因為 軍人的正氣零難 讓我對於這個地方 不會產生畏懼 好 整潔 來 再看女廁這邊 應該是家屬放 那我們就把它 先收起來 對 要去收起來 直接帶著 對 對 我們這邊 天氣最怕的就是 遇到 颱風 因為我們山上 算是 樹 比較多 一般白天去浮樹 其實 就有它的危險性在 那針對晚上的部分 那就更危險 因為 其實能見度非常的差 有時候去巡查的時候 到一半就會有 就會起霧 慢慢開回去 這樣子 對於軍人 幾遺卷 提供一個 完整的 完善的 人生最後一里路的 規劃與協助 就是我們的價值所在 就幫你 提供 就是 這也是 最危險的 如果 下